哈喽大家好,我是豆豆小师弟 今天我和大师兄又找到了一个全新的打僵尸地图 哎呀呀,这次的地图有点简陋啊 有点惨不忍睹的感觉啊 周围是一圈地刺陷阱 然后房子只用了一层木头围起来啊 这根本就不能算是一个房子吧 只能说是一个超级简陋的避难所 这位可恶的是,只有房主箱 其他储物箱都没有啊 哈哈,还好大师兄好心 他说他拿完武器以后拿一些给我 哇哇哇,有吹剑筒,还有冲锋枪 然后还有子弹 最后还有飞镖 拿完武器装备以后 我换换视角来看一下周围什么情况 哎呀,真的是没眼看啊 直到目前为止 应该是我见过最简陋的一个房子了 大师兄说他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他要赶紧做激光防御墙了 其实我想说 不止你一个人没有安全感了 我也没有安全感呀 那我还是赶紧帮忙 把这激光墙也建好吧 嘿嘿 基本上被我们两个人搞定了 然后把这个角落的电能征服器 还有电线连接起来 就全都OK了 OKOK,现在整个激光防御网都搞定了 已经有两面激光墙被我们用开关打开了 然后还有两面没有打开 大师兄说 等怪物来了 我们再打开它 问题是 我们现在已经建好防御了 然后怪物怎么迟迟还不出现呢 于是我就跟大师兄两个人各自玩起武器来了 我用激光枪去打他 然后他用风刺飞镖来攻击我 不过这次的地图是伤不了自己人的 不过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大师兄的毒风飞镖飞出来以后 都全部贴在我身上了 小伙伴们 你们有谁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呢 诶诶诶 我一移动 他们就全部掉下去了 哈哈 真搞笑 这是怎么bug啊 还是本身就是这样啊 趁着天还没有黑 大师兄说 他这次要搞一个好玩的东西来 他说他要利用棒棒糖电源 做一个一会儿通电 一会儿断电的电路来 这样的话 待会这些激光墙就会一闪一闪的 应该挺好玩的哦 诶诶 这种打僵尸地图 还有上人小哥啊 那得看一下他在卖些什么东西 呵呵呵 这些一看一点用处都没有 你还是自己留着用吧 我还是不买了 而且也买不起啊 呦呦 大师兄已经把电路做好了 机关确实一闪一闪了 但是 好像是不常啊 诶诶 什么情况 已经出现很多东西了 那边出现了圣诞老人 还有沙漠老爷爷 还有冰屋小姐姐 呃 他们这些人到底是敌还是有啊 有点不对劲 他们在靠近了 感觉是敌人啊 开枪打他们吧 哇哇哇 这圣诞老人太厉害了 直接把大师兄给干掉了 那看来 我得推到里面去了 然后慢慢打死他 大师兄现在又重生了 然后把那些一闪一闪的机关给关掉了 他又重新恢复了 可以视长距离的机关了 哎呀呀 这是什么情况 这里面已经有地心人进来了 那我又得开启被视角了 然后准备战斗 你这可恶的地心人 不要搞消失 赶紧出来收拾吧 嘿嘿 最后终于被大师兄一箭给干掉了 哎哟 还有个地心之眼哦 不过背包里的东西满了 吃不了哦 哎哎哎 被大师兄给吃了 大师兄拿到地心之眼以后 准备放飞地心之眼 然后看一下能不能跟平时一样 找到地牢 呃 地心之眼已经掉在地上了 看来不太可能找到地牢了 不过我感觉我们见了这个防御王以后 好像就已经无敌了 这些敌人已经靠近不了我们了 那我还是开着我的小坦克出去溜达一圈吧 跟他们耍一耍吧 哎哎哎 什么情况 连这伤人小鬼也中毒了 也变成敌人了 糟糕糟糕 我的冲锋枪没有子弹了 赶紧拿出能量剑跟他拼了 哎呀 搞不过他 被他打死了 现在我的冲锋枪已经没有子弹了 那我就只能拿着我的能量剑去跟他们PK了 不过他们好像很厉害啊 打不过他们呀 那我得跟大师兄再要多一些子弹了 哇哇哇 大师兄这次扔了好多子弹给我呀 嘿嘿 有了子弹以后 好像你们就不是我的对手了 就只有地心人是比较难搞一点了 哎呀呀 这是什么情况 突然出现了三个地心人呀 哎呀好惨呀 话还没说完又被他们干掉了 真是气死我了 不把你们干掉 难解我心头之恨的呀 哈哈哈这也太搞笑了吧 地心人抱着野萌宝 嘿嘿 怎么又搞笑是了 跑哪里去了 哎呦 在那边被大师兄发现了 那我赶紧去支援大师兄 什么情况啊 原来爆爆弹是三木老爷爷伪装的呀 看来这一次的地图 所有的东西都是怪物和僵尸伪装而成的呀 我真的要说买给你这种东西的东西